如今生男孩女孩还是那么重要吗?网友,脸都可以够到的了,我第一个女儿,婆婆说没儿子,跟人家吵架,人家会骂我们家生不出儿子。 第二谈还是女儿,她想叫我去看看是男是女,刚刚从月子出来,她跟我老公说,没有儿子,以后人家说什么不好听的,别生气哦,难道生儿子就没人说吗?又不是菜市场买菜,要什么,买什么? 越晚新书越保态,隔壁床二十七周,要饮产,孩子生下来不到三斤,让住宝温像家树不住,生完一大包子人来看望产妇,没瘾东西也没给红包,还从柜子里拿水果吃,产妇床上疼得哼哼唧唧,笑还哭,也没人理,全程还聊,我现在胆子也太大了,这种生男生女的文章,也敢看了呢, 看头看到说婆婆重男情女之类的,我就知道在评论里,我这种生了两儿子的,基本就是那种生不如死以后儿子取不到习,父还要虐待我们老两口的惨状 哎,我也不想生儿子,可没办法是不,又不是想要丫头就是丫头的啊 我姐婆婆因为要个孙子,我姐已经破妇产第三胎了,上一个到这胎间隔一年半还上,想告燕穴说是个男孩儿,她婆婆还想要两个孙子,让我姐抱第四个,完全就是生育工具 我姐夫也重男情女,严重也听她爸妈的,我也没办法只能生 哎,这年头还重男情女的,都是脑子坏掉了的,女儿,哪点不好了 我妈生了我和我姐姐,现在老了不照样天天广场舞麻将 跟我爸拿着退休金,一年最低旅游两次,比我婆婆可轻松多了 我婆婆还带孙子呢 三十四岁,顺产投胎,生了一个粉雕玉竹的小姑娘 有无痛的话,能顺还是顺,顺完就能动的感觉太好了 公婆从外地过来看了眼就走了,连娃的见面礼都没给,那我也不生气 反正老公喜欢小宝宝就好了,我又不跟他们过日子 半年前就订了金牌月嫂,我清寻的不得了,每天就是吃河水 完全没有什么产后抑郁症,所以说女人别傻,还是要对自己好一些 我怀孕的时候,我婆婆会说我孙子怎样怎样的 我听了就烦,我说我就生女儿,结果真生了个女儿 明天满月了,现在她天天说,我孙女怎样怎样的 我连孩子都不让她碰,她想抱抱我就不给她抱 还有我刚生完知道是女孩的时候 我妈跟我婆婆说,生的是女孩 我婆婆说,投胎男孩女孩都一样 我直接回一句,这辈子没打算给你家生二胎 要生回家找你大儿媳妇生去 你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呢? 再留言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